圣诞节不是要到了吗 还是想稍微倒腾一下吧 给小朋友一点氛围感 就是买一些圣诞节的装饰嘛 其实就是window shopping 你闻吗我觉得还可以 没关系 可以啊 很方便 哎不是吧 我的意思就是买这么大一盘就好吃了 真的 那我们就买这个吧 妈妈我要去哪 音乐 刚才看到我们之前去宜家 想去选一些圣诞节的一些布置的小装饰 但是看了一下一圈以后 我觉得还是性价比不够高啊 像今年的话囊中羞涩 所以呢 我还是去逛一逛万能的某宝 花小钱办大事吧 像我们当时选这种圣诞的这些装饰 我们一开始就不想选这种圣诞树一样的 一个是确实太大了 没地方放 后来商量了一下 买一些小型一点的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 桌上的一个这种装饰 我就觉得的话既有氛围感 还比较丰富里面的东西 到时候我们再弄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 以前我们家没有特别的一些 讲究一个氛围感 但是呢今年还是尝试着去布置一下 而以前我们那个家当时是没有装地暖 也没装暖气片 穿衣地去的朋友应该知道 到冬天以后室内比室外都还要阴冷 所以说的话就不想弄得那么所谓的有一个仪式感在里边 顺便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个关于圣诞节的小故事 想想小朋友一年级的时候 那天早上送他去上学的时候 再看我手机 突然手机上收到一个推送 谁要是这个搞笑段子 就是这样哪个地方下大雪了 某某圣诞老人的车子翻车了 所以说今年小朋友的这个圣诞礼物可能会迟到 就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收到圣诞礼物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圣诞老人的车坏了 让大家烧完雾燥多等两天 羊羊的话就居然把这个故事就信以为真了 以至于他到现在他都还是认为圣诞老人的存在 从那天以后基本上每个圣诞节 我和Chris都会问他今年想要什么圣诞礼物 然后他都很煞有其事的 考虑两天以后悄悄地给我们说 有一次还写封信写给圣诞老人 把他的这个想法美好的一个愿望给写上去 半夜我就会偷偷地把他的心给打开来看 一般就是趁到晚上洗澡上床了以后 有一个人悄悄地跑到门口去敲门 然后我们就做出很夸张的表情 一生一生就说哇有人敲门了快 一样快去开门是不是圣诞老人 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高兴地跳起来 去把门打开 那个礼物肯定就是好好的放在门口 实际上给大家讲那么多这些 回想起来比较搞笑的一些趣事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 我们的孩子会知道这个圣诞老人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在每个小朋友小的时候 给他营造一个童话的氛围 我觉得他是蛮必要的 在某些程度上我认为是有一种功能 就是净化人的心灵 营造一个美好的一个梦幻世界 在我们沮丧或者是找不到前进方向的时候 失落的时候来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 当然小朋友的真正的圣诞老人坐在这里的 当羊羊小朋友长大以后 等他有了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以后 他也可以成为他孩子的圣诞老人 这个圣诞老人才是一辈子保护你 关爱你 接纳你 包容你 或者是爱你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圣诞老人 羊羊是这个店的VIP 告诉我的 características 老无从院当羊羊小人 有湿员的肥想 美好的 他们都学乡 不好意思 像说打操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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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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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w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